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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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昨天所說的 今天 為信徒們傳授 牽手觀音的觀點 通常 給予隨許的話 是要事先獲得 同類以上的觀點 才能夠獲得隨許的 因此 今天 要給予 白文書的隨許 為了能夠圓滿 白文書的隨許 所以在這之前想要給你們 灌點 世部的灌點 一則補充的話 白文書的隨許也是世部的隨許 如果要獲得世部隨許的話 必須要之前先獲得 世部以上的灌點 才能夠獲得世部的隨許 回到翻譯 密洲金剛稱是什麼呢 龍樹菩薩 在六十正理論 的迴向文中 說到 以此之善根 迴向諸眾生 其福至之良 願得福至生 做此迴向 也就是 也就是 將福德之良和智慧之良 迴向給 果位 色身和法身 轉成此因緣 做此迴向 這是龍樹菩薩所做的迴向 這是龍樹菩薩所做的迴向 同樣的 約聖菩薩在陸中論最後面也說到 世俗真實廣白意 俄翁引導眾生俄 赴承善利風雲氏 飛渡諸佛得海岸 在第六品的末端 有這麼一句話 佛果位呢 是有無違法的果位的 像是 自信法身 自信法身 又可以分為 去除暫時誤會的自信法身 和去除究竟誤會的自信法身 這是屬於無違法 並非是有違法的 除此以外 智慧法身本身 是有違法 還有 暴身 和化身 也是屬於有違法的 受用圓滿的暴身 還有為眾生 所事先的化身 既然是有違法的話 就得依賴 跟自己相同性質的因緣而產生 所以 因緣 其種類呢 又可以分 與果的性質相同的主因 我們又稱禁取因 以及 外在的助緣 聚生緣 像是 花朵來講的話 花朵 也必須要有一個主因 花朵的種子 由此而產生 花朵的 那在種子變成花朵的同時 要有陽光水分等的這些助緣 才有辦法形成花朵的 這是有違法形成的過程 同樣的 我們心事 也是有違法 它是會刹那轉變的 所以它也需要之前的一個主因 之前的一個禁取因 才有辦法產生 那這個禁取因去追溯下去的話 是沒有開始的 這是如同我們前兩天所說的內容 因此而說到 無時以來 我們的前世沒有開始 色生的話 因為是有違法 所以它需要禁取因 而且在顯教波熱秤裡面 雖然有說到 三四二項好 巴聳隨行好的諸多的因緣 但是仔細的去思考的話 這一些所說的福報資良 只能成為助緣而已 並沒有辦法成為主因 可是密宙金剛誌裡面 卻說到了色生的主因 禁取因為何 這在密宙金剛誌裡面所說的 密宙金剛誌裡面的 世部 心部 於切部 無上於切部裡面 真正能夠完整詮釋的 完整詮釋色生的禁取因的 主要的原版論述 是在無上於切密裡面 所說的 在無上於切密裡面 說到了心有不同的 粗細的層次 所以從最細微的光明星 而來去承辦色生的禁取因 所以唯有最細微的光明星的序流 能夠無有間斷的到達佛果位 那到達果位的這個心事 稱為叫做普賢心 並沒有開始 也沒有止盡 那既然法生 需要由跟他類別相同的 禁取因所產生的話 色生也必須得如此 因為這就是有違法的性質 因為他們兩者都是有違法 所以色生 力重的色生 的禁取因 在無上於切部裡面 有說到 去生原始是光明 以及光明的做其器 所以說到了心器無二 心器的體性 並非相異 而是唯一的這種概念 就像我們現在的 凡夫的身心 仔細的追溯下去的話 最終會追溯到最細微的心器 兩者 所以佛果 我們會獲得 他力色生和自力法生 這兩者在佛果的時候 是無二的 所以稱為三密無二 佛陀身與意三密無有差別 三密無二的話 那無二的這個禁取因 必須要存在啊 所以以無上於一些 不來講的話 就是說到了 三密無二的禁取因 就是心器合一的 最細微的光明星 以及其做其器 所以說到了 幻生 所以為此 龍術不上 有說到了 密集金剛的這一個解釋 還有 搭配著續經而說到了 而且龍術不上自己也寫了 五次第論 那五次第論的解釋 由鐵佛不上寫了 絕對直接翻譯過來 叫做射行論 到最終是以 四法而來去做完整的詮釋的解釋呢 就是由 岳稱佛招所寫的 顯 顯句論 所以 針對這個幻生的論述 這些龍術父子 還有追隨龍術的大弟子們 都寫了不同的祖師 其實在佛教的歷史上 一直針對大乘是否 是有佛所說的 這一個議題上有的爭議 而且說到了 梵文語系所建立的教義 是否是佛所說的 龍術不上有說到 大乘是佛所說的 於是提出了諸多的理由 而且清辯論師的 中觀新要論的知識 思者言論 也詳細的說明 大乘是佛所說的 清辯論師也是 龍術不上弟子之一 而且幾天佛招在 陸菩薩行論裡面有簡略的說到 所以以前早有 大乘非佛說的爭議了 但是我們仔細的去思維的話 仔細思考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大乘並非佛所說的話 佛法確實沒有辦法 以邏輯推理的方式 而來去論述 最主要是要以引進去論的方式 而來去解釋 如果大乘真的並非佛所說的話 那佛法的教義是沒有辦法 用理論辯論 理由的方式 要來去理論 立眾的 三藏是屬於 巴力法脈和泛文法脈的一個共同的依據 無論我們稱 上部阿批導膜或下部阿批導膜 唯有透過泛文的法脈 而來去學習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用理由 來去相信解脫的存在 一切片子的存在 否則很困難 確實大乘是否佛所說的真意是存在的 這是一個真意 還有另一個真意的是 蜜座金剛稱 蜜法是否是佛教 所以有一派的論述 認為蜜教並非是佛教 這是早期就有的一個真意了 有一派的人認為蜜教是印度佛羅脈教 如果你所修的蜜 蜜法只是習增懷珠 還有自身變為本尊的模樣 只是做火供 而來去修習增懷珠等 像是印度佛羅脈教有諸多的這種做法 將自己灌為天尊 還有透過火供的方式習增懷珠等 因為有不同的習增懷珠的天尊 不同的本尊 所以根據不同的習增懷珠的天尊的法項 然後去收到習增懷珠的事業 而且還有在印度佛羅脈教的密法裡面 又說到了氣邁明典的關修 還有灼火的關修 而且明典的順降逆流 現在的印度佛羅脈教裡面 也有修密的魚切絲 能夠順降逆流 體內的明典 所以透過這一種的方式 要來去修學破阿法 看似印度佛羅脈教裡面也有破阿法 而且趨勢法也有 在印度佛羅脈教裡面也有這一種的修法 所以佛教的密法跟印度佛羅脈教的密法的差別在哪裡呢 佛教的密宙金剛證的修持 是否相應佛教的標準在哪裡呢 雖然印度佛羅脈教的密法跟佛教的密法 都有自身本尊的這一個過程 可是佛教的密宗的不共特點是 自身本尊之前必須要先思維空性 將空證件轉為本尊的模樣 我們很多人去修密 可是對空性卻沒有關注 這是完全錯誤的 如果你對空性完全不了解的話 是根本沒有相應佛教本尊與其的基礎 如果你認為 血肉之軀把它轉為本尊的話 這個是邪式 這個是邪見 透過邪見的方式是承辦不了一切片質的 因為無論任何的果都要跟它相似的因才有辦法產生 一切片質這麼圓滿功德的佛陀智慧的果味 怎麼可能從邪式邪見而產生呢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你是以邪肉之軀轉為本尊的模樣 這是一種錯誤的顛倒值啊 所以一開始在任何的 與佛教相應的密法的儀規裡面 都會說到 以這種的方式來去思維 諸法皆無有自信 所以在自身衣櫃裡面 都有說到 先觀想空性 以前我曾經問過 我問他們 我問這位 我問上師說 印度婆羅門教的密法裡面 有許多的本尊的觀修 還有其邁明點的觀修 那這個跟佛教的密法的差異是在哪裡呢 仁波切就說囉 是不是能夠跟佛法相應 其密法是否能夠跟佛法相應 要看這種密法的修持裡面 有沒有相應菩提心和空正見 有的話才能夠相應佛教 沒有的話就沒有辦法 所以 在佛教的修行裡面 空正見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密宗金剛秤更是需要如此 所以西藏的先賢大師 有說到了 天秤如果要保持平均的話 天秤的另一邊就是空正見 如果沒有天秤的另一邊空正見的話 那即便你有再深奧的密宗金剛秤的傳承 可是你是獲得不了西地和成就的 這個天秤的平衡是保持不了的 所以如果你要獲得密宗金剛秤的 與佛教相應的密宗金剛秤的西地成就的話 那一定要有非常堅定的空正見的思維才有辦法 但是印度婆羅門教是以邪肉之軀轉為本尊的模樣 所以首先以佛教的觀想的方式的話 先觀想空性 於空性當中靜置了凡夫相職 靜置了凡夫相職之後 正在思維空性的這個智慧 也是將來會轉為智慧法身的這個智慧 將此轉為了本尊的模樣 所以在就義裡面有說到了九秤 世俗三秤 苦行三秤 自在方便三秤 世俗三秤又可以分 身文秤 獨覺秤 菩薩秤 這三秤 中三秤呢 稱苦行三秤 前世俗三秤屬於顯教般若經的部分 那世部 行部 與其部呢 就是屬於Giria Uba Yoga 就是苦行三秤 也稱為坐密 行密 還有愚皆密 這屬於苦行三秤 中三秤 那接下來 無上與其部的 在心意的藏傳佛教 我們稱為父婿和母婿 有時候稱為無二婿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一種執著的方式 偏執的方式來說 而是以方便換身為主要詮釋的內容 這部經典 這個序叫做父序 以光明為主要詮釋的內容 為母序 這兩者平均詮釋為無二序 十輪序也是這麼解釋 父序母序無二序的定義 同樣的撒家的喜金剛裡面 也有這麼解釋的 以大圓滿的術語來講的話 叫做馬哈阿努阿地 這個稱為無上與其部的 自在方便的三秤 自在方便的用詞用得非常好 而且有很大的用意 馬哈阿努阿地 就是無比於大於其 無比於其和無上於其 無上於其阿地優格又稱 大圓滿阿地優格 之所以稱這三秤為自在方便的原因 是因為一切的情緒世間 最終都是來自我們的心 《路中論》裡面也這麼說 如果仔細地去觀察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感官絕獸 並非是一切情緒世間的依據 這是很明顯的 所以情緒世間的所有的依據 最終只能依據到最細微的光明性而已 所以外五道和內五道 內五道裡面又可以多加空 在此的空大並非是虛空的意思 而是使內在的四空而說到了空 第五道 這些的最終的依據就是光明性 所以外在的五道有分地水火風空 那從空而現最終融入到空 那以我們四夫的體內的五道來講的話 也是地水火風空 那在空之前地水火風融入的時候 八十分別星都已經融入了 那在空的時候是在講 劍 曾 德 還有第四空 片空 光明性 以外在的五道來講的話 最終都是由空城而現起 最終有融入到空城 就像我們現在宇宙學裡面 有說到了大爆炸 那其實就是講同一樣相同的道理 由相訊所設的我們 最終融入的時候 地融入水水融入火融入風 風融入於空 空最終融入到聚生原始光明 那從光明星陷起的時候 光明產生針 德 再見 最終風 火 水 地 那從光明陷起的時候 形成針的同時 而形成了中陰聲 所以 我們 融入和陷起的主要的依據呢 就是聚生原始光明星 這個是密宙金剛稱無上於切部的不共的說法 所以透過於切力 將光明星轉為道用 這個叫自在方便 因為透過於切力 刻意地將粗分的星氣停止 不再運轉 那透過這種最細微的星氣的運轉 轉為道用的緣故 他能夠自在地操控 這些粗分的星氣 所以 將這一種 所自在所控制的星氣 轉為修道的方便 而自在方便 所以 就義 有說到了九層的論述 就是世俗三層 苦心三層 和自在方便三層 自在方便三層裡面 最主要所說的 就是 將光明星 轉為道用的方式 那大於切密 麻哈優格 最主要是 講到了方便 無比於切 安露優格 最主要講到了智慧 無上於切 最主要講到了雙運 也就是以光明星 還有其做其器 如何轉為道用的方式 那以顯教波勒秤來講的話 智慧法身事所以承辦 靠的是 援取空性的禪定 首先先聽聞空性 針對以聽聞內容 反覆的去思維觀察 升起了文所深惠 對空性升起定解 之後 原空產生了修所深惠 原空疲勃生道 升起的同時 升起了加行道 加行道 暖頂忍 是第一法 這時候還有二項 於是吸射了二項之後 憲政空性的同時 獲得了劍道 那以大臣來講的話 大臣的劍道就是出地 所以由此而獲得五到十地的 在顯教波勒秤裡面 雖然有說到了 智慧法身 與此性質相同的因緣 禁群 可是遺憾的是 在顯教波勒秤裡面 並沒有明確地說到 跟色法性質相同的禁群為何 在續經裡面 又說到 光是思維空性 以空證件 是沒有辦法承辦 他力色身的 為什麼呢 因為果位 的時候 我們只說到了 如何承辦 他力色身的助緣 但是在顯教波勒秤裡面 並沒有說到了 他力色身與此性質相同的禁群 雖然在顯教波勒秤裡面 只說到智慧法身 性質相同的禁群 可是他力色身的禁群 便沒有說到 因為我們成佛的話 必須得同時間承辦 自力法身和他力色身 所以 為了能夠獲得 果位的自力法身和他力色身 所以在修道的時候 就要修學與此性質相同的禁群 所以 這麼思維的話 是有道理的 所以這個是有什麼 關鍵講不講寫吧 透過這些 深思熟慮 上述所作的內容 深思熟慮 而去說到了 顯教裡面 雖然有說到 成佛的方式 但是細微斷除 但是 斷除所執障的這種 最細微的 俱進的 光明星卻沒有講到 所以是沒有辦法成佛 光是透過顯教是無法成佛的 所以 修學密宙金剛秤 是一定要有空性的思維 在空性的思維當中 刻意的去進至 凡夫的相 和凡夫的直 所以這種特殊的目的 在空性當中 刻意的進出了凡夫相直之後 以自己的聖觀 聖觀的意思就是說 在觀想當中 在自己的聖解當中 在自己的觀想當中 觀想空正見 轉為了本尊的模樣 由此再去緣曲 這個本尊的模樣之後 再去觀想 這也是自信空 那今天 在此為你們傳授的是 世部的牽手觀音灌頂 為了要獲得這個灌頂 所以你們現在 也要去觀想空性 所以在空性的基礎之上 所以在空性的基礎之上 要去觀修空尊 深尊 種子自尊 等 由此才能夠圓滿灌頂的目的 還有自身本尊的意義 所以如同六十正理論裡面說到 願的福至身 在念誦的同時 要知道我們要追求的果位 有自立法身和他立色身 那這兩者 現在在修道的時候 就要完整 無誤的去圓滿其主音 其因緣 那這個圓滿的方式 首先 我要先視為空性 由空性 再去轉為本尊 這種的說法呢 是說 世部行部 無上於一切部 都共同所說的內容 為了能夠思維空性 而去自身本尊 所以光是自己學習 所了解 還是不夠的 是需要 無有間斷的傳真 喪失的加持才有辦法 所以 一共教程 一別眾生 是 導師阿姆尼佛 針對眾生不同的根器 而來去 給予 加持 那這種的傳承 必須要無有間斷的留下去 這叫一別眾生 但是 一共教程的話 是沒有這一回事 但是如果 你 一共教程的 內意 一共教程的 教義 如果不了解 沒有這方面基礎的話 只是學習 一別眾生的話 很有可能 成為外道 或者印度婆羅門教的 密法 所以有時候 導師阿姆尼佛 是以 比丘相的模樣 而來去傳授 世部等 的這些傳承 但是有很多的 傳承 是 導師阿姆尼佛 現為 坦承的祖尊的模樣 而來去傳授下去的 所以 隨著眾生不同的根器 而來去 獻起不同的法項 所以 由此 而留下 無有間斷的傳承 阿姆尼佛 阿姆尼佛 就是灌頂的意思 所以 一別眾生的這一個傳承 讓我們呢 能夠自在的 學習 聽文 修行 給予我們這種權利的緣故 所以 而說 讓我們能夠獲得 與此相關的自在能力 這個就是汪 灌頂的意思 這個就是自在的意思 今天 要為你們傳授的 灌頂的主尊就是 觀世音 觀音跟慈悲心 的確有 不共的 因緣 因為我們 藏人 都持送 六字大明咒的緣故 所以我們 隨著這種 六字大明咒的持送 所以我們連昆蟲 都不想要殺害 而且 從歷史上來看 早期的藏王 確實跟觀世音 有不共的因緣 而且歷史的 答案老媽 跟觀世音 有不共的因緣 以我個人來講 我雖然沒有任何的 正量 可是 我的確很認真的去思考 空陣界和菩提心 如果你們硬要說 我有正量的話 我有的正量 就是菩提心和空陣界的思維而已 我也沒有看過本尊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加持 可是我之所以能夠在 歷代大阿喇喇喇的法座之上 是因為 從 第一次大阿喇喇喇 起 那隨著這些歷代的大阿喇喇的悲願 所以我今天 能夠坐在這個法座 雖然這種的資格 並非是跟 觀世音有不共的什麼因緣 來做在這個法座 不是的 但是隨著歷代大阿喇喇喇的 這個不共的因緣 讓我坐在這個法座的話 所以間接的 有時候 間接的也是跟觀世音 結上不共的因緣 雖然夢不可以作為依據 但是有一次 確實我這樣 我有做到這麼一個夢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有一天我夢到 去 哈薩大昭寺 朝聖 那 在大昭寺 裡面有一尊 自然產生的觀世音的佛像 那於是我在這一尊 觀世音的佛像 面前 觀世音 跟我扎眼 叫我上去 我就非常的高興 我就上去了 於是我就抱著觀世音 自然產生的佛像 我非常的高興 於是觀世音就跟我說 絕對不要懈怠 要精盡努力 要堅持 希望你能夠圓滿 精盡波羅蜜多 那於是我一起念誦這個紀頌文 那之後就發生 文化大革命 後來我想想 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關係 所以我們西藏文物遭到破壞 所以會有這種讓我們 定心沮喪的因緣 所以這時候觀世音就跟我說 你不要沮喪 要提起心力 要精盡 所以我個人而言 我一直覺得觀世音 是我的主要的 主要的依據 那觀世音是在一種無色 無形的這個 無形色的世界當中 是我們看不到的 那真正能夠讓我們人類看到的 來去傳遞觀世音的這個 訊息的就是我 這個阿末多長大的這個人 來去問你們傳達觀世音的訊息 所以我們藏族跟觀世音 有不共的頁緣 真是很明顯的 而且學域西藏 跟納蘭陀 保留了納蘭陀的這個 具有大小稱圓滿的一個 圓滿顯密的完整的教法 不只是在學域藏地裡面 之後也傳到了蒙古 那一開始傳到蒙古的時候 一開始從八十八開始傳起 那之後傳到了 土巴巴雷特 那蒙古更是如此 那蒙古更是如此 所以從八十八起 你們就有法源了 就已經建立法源 因為那時候蒙古的帝王 統治了漢地之後 而形成了法源 那之後第三次達賴喇嘛 到了蒙地 所以有了達賴巴西的名字 達賴是蒙古的語言 所以由此我們有不共的因緣 所以從血域西藏所留下的藏傳佛教 而傳到了你們蒙地的緣故 所以你們也跟觀世音有不共的因緣 觀世音有不同的修法 相應世部的修法 相應行部的修法 相應於一切部的修法 和相應無上於一切部的修法 那今天在此為你們傳授的是相應世部的修法 那這是以外向親近為主 那不應該使用昏食 應該使用素食 所以說外向親近 那世部有可以分如來種性 還有蓮花種性 以及金剛種性裡面的 今天這個是屬於蓮花種性 那蓮花種性裡面可以分四倍千倍不同的觀世音裡面 今天在此為你們傳送的是千手千眼觀音 我的灌頂的傳承是從大道人物切那裡獲得過一次 我在草木的地方 為了能夠灌頂的緣故 我要從令人物切那裡獲得一次灌頂 獲得灌頂之後我閉關大背觀音 之後我時常也會閉關大背觀音 所以每一次閉關至少六十萬遍的六十大民眾 然後我閉關了好幾次 所以我 有一次在閉關的時候 在我的夢裡面 我在北京 看到北京的這個圍牆 接縣圍觀世音的莊嚴身像 最近我又做了一個夢 到了一個很大的房子 那這個房子的屋頂還有牆壁 都是觀世音的髮像 莊嚴髮像 聖者觀世音 雖然諸佛並沒有任何的愛恨情書 可是 隨著 諸佛的悲心所限的觀世音 和隨著諸佛的智慧所限的 溫術勢力 他有不共的 因緣 還有隨著諸佛不共的能力 所限的金剛手或者是肚母 這也是為什麼 觀世音跟諸佛的悲願 有不共的因緣的原因 那這一個的灌點的傳承 是從印度的比丘尼蓮花 所傳承下來的 在雪域藏地裡面 有許多的瑜伽師 以觀音為主 而來去閉關修行的 遇切事業很多 所以今天 觀世音 灌頂的前行和正行兩者 一起搭配的情況下 為你們傳授 世部的牵手前言 關於灌頂 一般我們在灌頂之前會以躲媽去除障礙 但是我覺得 兩年前吧 在喇大課的時候 一開始我先給予菩薩戒 那時候就在思維 接待眾生一切 賓客 貴客 這一句話說得非常好 然後接待一切眾生客 那之後就給予 長壽灌頂 那在念誦長壽灌頂的時候 以躲媽去除障礙 以躲媽去除障礙的時候 我們說以躲媽的這個加持的力量 來去將所有人和非人的這種障礙 再次驅除 在念誦這一回文的時候 我內心感覺非常的不安 為什麼呢?因為剛剛我們才說 然後接待一切眾生客 願我升起出聖菩提心 然後接待一切眾生客 所以既然是生命題 就應該是視為比自己更重要的貴賓 來去好好的服侍他們才對 怎麼可能會去驅逐他們呢? 所以 我們 遇到的任何的友情 遇到任何的生命題 都應該要將歡喜的 將自己的福報和善德 回向給這些人才對 所以有時候半開玩笑說 人和非人的這些冤親在主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這一個人在傳冠點的這一個魚切師 一開始很高興地說 然後接待我等一切眾生 那之後在下午的時候 在傳冠點的時候 又把我們趕走 他覺得說這一個人到底是不是有問題 有時候我會開玩笑地這麼說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生命題 都是我們要去接待的貴賓才對 當然是有當下的 這個教法的仇敵 可是真正教法的仇敵 是他相續當中的煩惱才對 而不是被煩惱所控制的這個生命題 所以我就不想要去以朵媽去除障礙了 有說到以習近的方式而來去去除冤親在主 以威猛的方式去除冤親在主 當然其他的上司他有他的一個傳統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 我不安 所以在當沙拉 我就跳過了這個以朵媽去除障礙的這個步驟 你有沒有覺得說 有要去除的冤親在主 來去觀修護身人 我覺得這個不需要嗎 我覺得這位是非常好的 fordi我們會進去的話 他不再也會進去看看 我們會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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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沒有關在牽引 在牽行裡面有說到了氣井 那首先先調整義樂 調整自己的動機 你們今天來接受灌點的話 你们必须要有清静的动机 意乐而去接受灌顶 如同一文文里面所说的 想要获得灌顶的弟子 你们有时候可能会想说 获得灌顶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不要生病 让自己更有权势 让自己更长寿 让自己更有权利 来去伤害自己的仇敌 能够让他们彻底的消灭 以这种的动机来去接受灌顶 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绝非是为了今世的目的和利益 而来去接受灌顶 这么想是错的 对自己的判断 不一定是指定的 现在我们已经把人当过来 这个状态的名字 我们的状态 让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状态 不得我 我们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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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些人 可能是为了后世 能够获得人生 后世能够再次的预知 教法而来去接受灌顶 以这种的动机 来接受灌顶的话 也是错的 这并非是应有的动机 还有另一者就是 受到夜和烦恼的控制 只能是痛苦 那不只是自己 三界一切友情 都受到夜和烦恼的控制 都跟自己一样 想要利苦得乐 虽然想要利苦得乐 如同昨天前天所说的 众生欲出苦 反省痛苦因 愚人虽求乐 悔乐如灭愁 这句话说的真的非常好 所以从此 我要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生命体 每一个友情 都是想要利苦得乐的 虽然想要利苦得乐 可是却离乐得苦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受到他们 心中烦恼的控制 透过这种的思维 愿三界友情众生 早日能够脱离烦恼的控制 不只从烦恼获得脱离 也从烦恼所留下来的习气 获得脱离 我虽然只有一个人 可是我要 以自己的最大的能力 尽可能的去帮助 一切友情众生 让他们利苦得乐 脱离烦恼和烦恼 所留下来的习气 以这一种的动机 来去接受灌顶 才是正确的 三生的果位 或者是称 自立法生和他立社生的果位 为了利益一切友情众生 我必须要承办 这个果位 自立法生和他立社生 为了能够 圆满的累积 承办这二生的因缘 所以我必须要 接受密宗金刚称 调整的灌顶 以这一种的动机而来去接受 这以上叫做调整动机 那接下来地址自身本尊 若同刚刚所说的 你们再次 无论是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到底是在哪里 Karmikia到底又在哪里 去寻找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去寻找 我在哪里 我来自俄罗斯 我来自西藏 的这一个我到底是在哪里 现在就是要观察的时候 我的身不是我 我的心也不是我 身心之后 有一个操控身心的 主宰者的我吗 有的话又在哪里 在无寻无找的时候 会觉得说 我好像很珍贵 好像是一个身心 主宰者 但实际上 寻找之后 是找不到的 而且 在前方的 值得我们去尊重的 岛上母尼佛 他到底在哪里 寻找之后 是找不到的 所以到中文的 第24品里面 说到了 非因不灵因 此彼不相在 如来不有因 何处有如来 我们如此的尊重 敬仰导师藏母尼佛 可是导师藏母尼佛 并非是他的身 也非是他的心 除了导师藏母尼佛的 身心以外 也没有导师 是藏母尼佛 所以非因不灵因 导师藏母尼佛 并非他的身心的恶 运 一则补充的话 因字 是古词 指的就是运 运体的运 所以非因不灵因 导师藏母尼佛 并非他的身心的恶运 也并非远离 他的身心恶运 非因不灵因 此彼不相在 如来不有因 何处有如来 所以这句话 搭配着自我来讲的话 非因不灵因 此彼不相在 如来 自我不有因 何处有自我 所以我去寻道之后 是完全找不到的 是用手指头指不出来的 而且龙书不上又说到 四夫非地水 非火风即空 非是非一切 何者是四夫 四夫六界和 故非有始有 所以在此 去除了恶边 四夫 是由 我们的身心 所施舍而有 因为有人道的身 身运 就像刚刚所说的 有 我们的体内有五大 地水 活风 空 五大 去寻找之后 是找不到的 因为有人道的身体 而私胜为人 所以寻找之后 找不到 那四夫在哪里呢 四夫六界和 故非有始有 所以四夫非地水 非火风即空 非是非一切 何者是四夫 所以就问说了 四夫在哪里 去寻找之后 完全找不到的 那四夫难道是没有吗 也不是没有的 四夫六界和 故非有始有 如是一一界 一一界指的是 地水火风等 每一个去寻找的话 像是现在量子物理的专家 去寻找之后 量子物理的专家 也是觉得 这些的例子 是找不到的 意思是一样的 故是一一界 何故一非是 而且宝贸女里面有说 色体为名故 虚空亦为名 虚空是 遮挡 触分的这一个 遮体 这个叫虚空 色体本身 是为名的话 遮挡触分的 这个遮体虚空 也是为名 为名所指向的对象 像是色法和虚空 这些寻找之后 找不到 也是为名的话 那为名本身 也是寻找之后找不到 也是为名的 所以色体为名 故虚空亦为名 五大何有色 故为名亦无 所以寻找之后 我们虽然 看任何东西 都会觉得 很真实的 这个事物 它是从 自方 以自己的力量 形成了 它的作用和体性 虽然会有 这种的看法 但是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并非是如此 如果是的话 如同看我们看法班 似乎是这么存在的话 寻找之后应该找到才对 可是找不到 所以任何一法 寻找之后都找不到的 这种的决定要有 量子物理专家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如同外在的设法 寻找之后找不到班 正在失色的心事 寻找之后是找不到的 所以无论是 外在的法 内在的心法 外在的设法 在下处的众生 在上处的诸佛 去寻找之后 都是找不到的 我们虽然会有 不同的作用和体性 虽然这些的体性和作用 看起来是从事物自己的力量而产生 但实际上绝非是如此 产生这种的无自信的决定 观想诸佛皆无自信 是完全找不到 我也是如此 只是依赖着身心而失色 而被失色而有 除此以外 寻找之后是找不到的 所看的一切诸法 寻找之后找不到 破除无有自信 在破除无有自信当中 就能够体会空性 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因为通常我们不会去 刻意的去观察我在哪里 但是仔细的去观察我在哪里的话 你不觉得内心有种很奇怪 未曾有过的感觉吗 那你们深信 我并非如同看到般的存在 会觉得原本所认识的 我是完全不存在的 这一个的智慧 也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心事 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 这一个系论 所产生的这些系论之象 都会被遮挡 在了解无有自信当中 去除了一些系论 正在了解无有自信的智慧 转为观世音 听歌随着念 2900大段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叫做坚定密宙金刚称的信心 那其实这个内容刚刚已经讲解过了 如果你不认为有三生的果位的话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认为要承办三生果位的话 那就必须得累积三生的所有的因缘 才有办法承办三生果位 那这些圆满的因缘 只有密宙金刚称才有办法讲解 最圆满和完整的诠释 所以在此叫弟子们对密宙金刚称 升起专注的信心 全世界内已经不送出去走之前 主宗主的信心 三生果的信心 有些人也没要在一起 三二九万两百六甲费小学生个书串 对于他们这些圆满都接受了 圈满都接受了 这些圆满都接受了 你不能拆掉 那行为这些圆满都是 对于他们比运的 游满的 你不能离开 为什么 不再拆掉 股仰接 没有 怎么回事 使用 股仰接 觀想已經升起了觀音的弟子們的胸部 觀想有個藍色的金剛 金剛杵的中部有個藍色的護字 後部有個紅色的R字 而不有個白色的Om字做事觀想 偷知齒木還有雞羽 吉祥草這個就不用了 如果前行和正行中間有隔夜的話 那才需要因為沒有隔夜就不需要 前行結束了 那接下來是正行 那請跟隨著念七千文 有梅金嗎 有 請介紹梅金 蜜咒金剛秤 蜜咒金剛秤的意思是 第一個蜜是秘密的意思 也就是你的修持 對蜜法的修持不應該被公開的意思 以前在印度的做法來講的話 他們好好的去觀察 這個弟子是否是具象的弟子 那以口傳耳的方式 非常隱秘的方式 而來去傳授密法的 那嘎當的這些先賢大師 他們的確也是以很隱秘的方式 而去傳授下去 後來慢慢慢慢的變成 密法變賢法區了 西藏的佛教的確 普遍到西藏的各個角落 可是藏傳的佛教呢 過度的重視密法 真正的需要去修的菩提心和空真劍 並不關注而且沒人解釋 但是大家卻過度的關注 怎麼去做奪媽 怎麼去做法會 怎麼去修儀鬼 除此以外 對菩提心空真劍卻不關注 所以密法在西藏學域裡面 雖然極度的這個興盛 可是變成我們的做法的不妥當 變成了迷信 這是我們需要去謹慎的一點 所以因為能夠秘密修法的緣故 寫上美金 接下來是給予花朵 劃慢 這個先留著 接下來是打 蓮花手印 請看螢幕 合掌之後 那 拇指連著 還有小拇指連著 打開其他的手指 這個叫做蓮花手印 蓮花四眼手印 放在胸部 請跟隨著念 請看螢幕 弟子們已經升起了觀星 觀想 胸部 有個藍色的霍姿 猴部 有個紅色的阿爾茲 那 鵝部有個白色的霍姿 放出了三種顏色的光芒 充滿了全身 請做如此的觀想 接下來是菩薩界 確實菩薩界的這一個過程 是非常的不可思議 因為它會讓我們升起很強大的心力 而且刻意的去對峙愛我持 讓愛我持無法招架 不能招架 所以菩提心的確這一顆珍貴的心 真的很值得我們去學習 自己之所以 內心深處沒有辦法安樂 是因為過度的在乎自己 在意自我的關係 而去產生了諸多的疑慮和期望 我們看 有煩惱的這些的人 他們之所以有這麼多的期望 還有疑惑還有畏懼 最主要都是受到煩惱的 還有愛我值得控制 即便是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者 只要愛我值 只要受到愛我值的干擾的話 他的內心也是沒有辦法安樂的 所以這些內心的諸多的種種的干擾 最主要都是來自愛我值 最主要都是來自愛我值 所以菩提心 不只是成佛的主要的因緣 而且我們每一天 之所以能夠保持內心的平靜 也是因為菩提心的關修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了愛我值 過分的在乎自己 那就容易產生非禮作意 由非禮作意產生貪嗔 由此而造業 這是很明顯的 因為愛我值一直在內心的深處 內心的底蘊裡面 所以對自己好的所有的對象 人事物 我們就會產生貪 對自己不好的人事物 我們產生稱 所以我們在場的所有的諸位 就是因為內心深處 愛我值和真實執著 互相的勾肩搭配的 從無視以來傷害到我們 一直傷害到現在 導致我們雖然想要利苦得樂 可是最終的結果 卻是利樂得苦 就是因為這兩顆心 勾肩搭配的結果 那我們今天好不容易 聽到了佛陀的教法 也能夠閱讀 拜讀 龍術菩薩還有吉天菩薩的 這些偉大的著作 所以打開了我們智慧之眼 可以看到了愛我值的過患 看到了真實執著的過患 愛我值和真實執著這兩者 這兩顆心 以人來講的話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仇敵 我們到目前為止 受到他們的操控 現在是我們要抗議的時候了 我所說的 不是只是依據經典 跟你們講解的 這是以我個人經驗來講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的 以我個人而言 我過去的五六十年認真的思維 空振見 真的對我的內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再跟你們分享 而且小時候我聽到菩提心的時候 我覺得這很困難 我曾經有跟大大龍蟹說 菩提心 這是很困難的 那大大龍蟹 曾經跟我說過 這是必須要去修行的 大大龍蟹的相緒當中 已經生起了菩提心 這是大大龍蟹所說的 雖然這 不是很容易去承辦的 但是因為不容易承辦 而去放棄的話 那更不可能承辦 雖然很困難 可是因為我們看到了目的 很長遠的目的 很偉大的目的 所以再怎麼困難 也應該堅持下去 所以在過去的十幾年間 空振見 確實也到達某種程度的高度 某種層次的高度 同樣的菩提心 也到達某種層次的高度 所以依據真實之說 所產生的煩惱 也很明顯的逐漸減少 而且諸多的惡液 是來自愛我直所產生的 所以這些惡液的造作也會減少 這是以我個人的經驗 雖然我的經驗 並非是很豐富 但是我以自己少有的經驗 我可以很堅決的跟你們分享 菩提心和空振政 這些兩者 在輪迴的時候 也會有此惡心來幫助我們 為了獲得解脫 一切片智 也是由此惡心 而來去讓我們承辦的 要幫助自己的話 有這惡心 要幫助他人的話 有這惡心 這是絕對的 這是我可以堅決的 跟你們肯定的一點 所以接下來是傳菩薩節 在傳菩薩節之前 所喝的茶變冷了 剛剛沒看到茶在這旁邊 今天我喝的茶 雖然是冷的 但是是好喝的 所以沒有關係 前方 如同 湯卡索顯現般的 老師阿摩尼佛 真正老師阿摩尼佛在我們前方 那化身是由暴身 受用暴身 所化現的 受用圓滿的暴身 是有五種功德 那暴身和化身 最終還是由法身所獻的 這是保性論裡面 很明顯的說到 在無有動搖的法性當中 而獻起了暴身和色身 所以 梵文 與西所建立的教育裡面 有受到了三生 法身 暴身 化身 這三生的論述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觀想 島上摩尼佛在我們前方的虛空 而是真正的在我們前方的虛空 在他的周邊 有八大菩薩 像是度母 觀音 文書等 在這個旁邊 有龍樹父子 無詛兄弟等 還有 撒拉哈等 八十大神通師 以及十七班智達等 還有藏傳佛教的 舊義 浮藏論師 還有大教典的論師 還有 進香派的論師 所以這些不同的傳承的上師 像是遠傳教典派 進傳浮藏派 和深奧進香派的上師 都在前方的虛空 還有 撒拉哈派的 道果 的傳承上師 都在前方 以及 甘約派的 馬爾巴 米勒日巴 甘波巴等 傳承上師 都在前方 還有 卡丹派的 阿底霞尊者等 的傳承上師 都在前方的虛空 以及 吉魯派的 中大師父子三尊的 傳承上師 都在我們前方的虛空 以及 九南派的 十大教派的傳承上師 還有 八大修行傳承的 傳承上師 都在我們前方的虛空 那在自己的身邊 觀賞有一切偶情眾生 在我們旁邊 雖然一切偶情眾生 是無可奇數的 但是 以自己為例 我們可以 推測 一切偶情眾生 都是想要利苦得了 這是絕對的 而且自己 受到了 真實執著的操控 自己 受到了愛我者的操控 同樣的 他人也是如此 其中 雖然有一些人獲得了 道地的功德 成為了三寶 但是大部分的 有情眾生 都是跟我們一樣 說不定 比我們更糟糕的 他們 不知道愛我者 是問題的來源 在七十億人裡面 有多少人可以知道 痛苦的根本 是來自煩惱呢 完全不知道 很多人還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痛苦的來源 是來自真實之處 和愛我者 那 在一般的俗語裡面 有說 戳子裡面的高個子 孩子裡面的高個子一樣 至少我們 還能夠知道說 自己是有某種程度的善根 我們還至少可以聽聞到 這種殊勝的叫法 透過這種的思維 觀想 前方 三寶是我們 皈依的對象 正皈依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相续當中 所擁有的 滅到 惡地的功德 因為他們有了 滅到惡地的功德 所以他們才有辦法 引導我們 那如同他們 也是透過努力的修行 最終能夠究竟圓滿 道地 道滅的功德 或者是正在 圓滿 道滅的功德 同樣的我們也有如來賬 我們同樣也獲得 想滿人生 所以如果我們 努力的去做的話 我們也能夠 上前方的 如此良好的 規範的 歸一進班 我們絕對也能夠承辦 像他們一樣的 道滅功德 如同保信論裡面所說的 一切諸佛 平等法信生 自一切眾生 皆有如來賬 所以我一定要消滅 所有有煩惱 還有尤其是愛我職 所產生的一切罪業 所以我去歸一余三寶 一一懺悔所造罪 隨喜有情諸善業 所以我要去隨喜 一切眾生 所造的一切的善德 所以在歸一懺悔 隨喜的基礎之上 而來去內心祭取佛菩提 我於佛法重重尊 直至菩提去歸一 在此講到大乘不公的歸一 未能成就自他利 我要升起菩提心 這一句話說到了怨心 要承辦自立 沒有比菩提心更好的法門 為了承辦後世的利益 也沒有比修學菩提心更好的法門 要承辦決定性 也沒有比菩提心更好的法門 因為有了菩提心之後 這種強大的福報資料 能夠很容易的幫助我們 斷除煩惱上 而且有了菩提心的觀修 我們內心的平靜 內心的寧靜 是永遠保存的在 而且遇到誰 我們都能夠微笑的面對他人 像我去跟各方的人士見面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想說 我是達也喇嘛 而去跟他們見面的 我永遠都是保持一個 我們同樣都是人的想法 而去跟他們見面的 這樣的話內心才會快樂 如果自己覺得說 我是達也喇嘛 我是 或者更糟糕的是 我是聖者觀世音 以這種的想法 而來去接待他人的話 這是一種非常愚蠢的做法 如果我們打從信裡面的 見任何人的時候 想說我們都是一樣的人 你這種的想法去 接待他人的時候 內心才會快樂 如果自己 一起在意那種的不共之處 我是很特別的時候 自己 將自己給囚禁起來了 自己變成孤零零的一個人 所以 如同剛剛所說的 因為有了菩提心的思維 所以一切的生命體 都變成我要去接待的貴賓 沒有任何的冤親在主 是我要去驅逐趕走的對象 這一種的想法 確實是非常的強而有力 讓我們的內心的底蕴裡面 可以保持非常強大的自信和勇氣 還有心力 所以 要 圓滿自立 沒有比菩提心更好的法門 要圓滿太力 沒有比菩提心更好的法門 要願意諸佛菩薩 沒有比菩提心更好的法門 要去消滅 一切的罪障沒有比菩提心更好的法門 要去累積功德 也沒有比菩提心更好的法門 如同《入行論》裡面所說的 面死善案路 極子菩提心 除病 除瓶無盡障 極子菩提心 遼基罪生由一此菩提心 比為不仕途 眾生休息處 富士出苦朝 度眾離二去 彼士除熱腦 東生新明月 富士摧探日 能屈無之埋 至半正如法所知妙體乎 確實如同 《入行論》所說的 菩提心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議 具有如此偉定的殊聖功德 願我升起殊聖菩提心 然後接待一切眾生課 因為要接待一切 離苦得了的眾生 所以沒有任何的冤心在主 是要我去去除的 所以三界友情眾生 都是我的 要去接受的 要去服侍的對象 要去服侍的貴賓 願我升起殊聖菩提心 然後接待一切眾生課 接待眾生之後 如果我們只是動個嘴巴 這樣上唇 觸碰到下唇的話 那只是一種謊言而已 接待眾生的貴賓之後 我要做什麼呢 修習殊聖樂意菩提心 我要去好好的遵守 菩薩的一切行為 來去幫助他人 因此我的身與意 三分所有的行為 都要相應菩提心 無論是直接或者間接 暫時或者究竟 我要做的就是利益眾生 除此外沒有其他要做的行為 修習殊聖樂意菩提心 威力眾生成就佛國威 請你們好好的思維 上述所說的內容 讓自己的毛髮豎起 或者是流下眼淚之後 來去接受菩薩接 你們先跪著 或者蹲下 如果已經坐在椅子上 不方便的話就算 沒有關係 觀想前方的諸佛菩薩 是我們的證人 並且思維 一切友情眾生的現況 為了能夠幫助他們 我今天好不容易獲得了人生 能夠去聽聞到 大聖如此殊聖的叫法 今天不做何時做 今天如果我們能夠 有一個第一步驟的話 因為因果絲毫不爽 快樂的大門絕對能夠打開 而且能夠從快樂的聚落 到達另外一個快樂的聚落 騎上了這一 這一批菩提心的良居之後 我們能夠活得越來越快樂 活得越來越有意義 如同路菩薩情論裡面所說的 欲駕決心居 從樂去勝樂 智者凝退卻 所以 菩提心和空陣劍是我 最主要皈依的對象 我從此 之後 從今天起 我永遠不會遠離這兩個心 我是這麼想的 你們要這麼想 為了能夠利益一些偶經眾生 我必須要成佛 為此 我要 好好地遵守一切菩薩的學處 來去許下如此承諾的緣故 而來去獲得菩薩戒德 接受了菩薩戒體 戒體之後 有收到了 十八根本罪 和四十六條 惡作 如果 防護了這個愛我職的話 其實這一些的 戒條 我們就能夠守護得很好 最主要是 將自立座椅好好的防護 就不會有自占鬼他等 請念第一次 我去歸一於三寶 一一懺悔所造罪 隨其有情諸善也 內心寄取佛菩提 我於佛法重重尊 直至菩提去歸一 未能成就自他利 我要升起菩提心 願我升起殊聖菩提心 然後接待一切眾生客 修習殊聖悦意菩提心 為立眾生成就佛果位 第二次 加強 想要守護菩薩界的心 如同前方的佛菩薩 我要好好的 去 行持他們所做的利眾事業 我去歸一於三寶 一一懺悔所造罪 隨其有情諸善也 內心寄取佛菩提 我於佛法重重尊 直至菩提去歸一 未能成就自他利 我要升起菩提心 願我升起殊聖菩提心 然後接待一切眾生客 修習殊聖悦意菩提心 然後為立眾生成就佛果位 當我們在念完第三遍 最後一句 為立眾生成就佛果位的同時 觀想自己的相续當中 升起了菩薩戒 如果之前已經獲得了菩薩戒 沒有衰退的話 觀想獲得了真相 如果之前獲得了菩薩戒體 而衰退的話 觀想獲得了恢復 如果之前未曾獲得菩薩戒體的話 觀想在我們的相訓當中 升起了菩薩戒體 而且所生的菩薩戒體 跟前方的諸佛菩薩 所擁有的菩薩戒體 是一模一樣的 聽作如此的觀想 我去皈依於三寶 一一懺悔所造罪 隨喜有其諸善也 內心記取佛菩提 我於佛法重重尊 直至菩提去皈依 未能成就自他裏 我要升起菩提心 願我升起殊聖菩提心 然後接待一切眾生課 修習殊聖月益菩提心 威力眾生成就佛國為 請一起念 今生無禍福 信得此人生 附身佛教族 其成如來子 而後我當為 以乎佛竹也 甚莫然無此 無夠尊貴種 乃至有虛空 以其眾生住 願無住世間 淨除眾生苦 乃至有虛空 以其眾生住 願無住世間 淨除眾生苦 乃至有虛空 以其眾生住 願無住世間 淨除眾生苦 請坐下 這以上是菩薩節 接下來是一切與協志發心 如同剛剛所說的 為你一切我今終生 我要成就無上菩提 這一個很強大的心力 已經發起了 那這一顆菩提心 轉為了月輪 白色的月輪 安置在已經升起觀世音 自己的胸部當中 觀像有個月輪 這是菩提心的本質所限的 而且如同剛剛解釋空性般的 觀想諸法皆無有自信 無有自相 讓內心有所感觸的來去觀想 正在了解無有自信的智慧 轉為了樹立的五股金剛儲 安置在剛剛菩提心所限的月輪上面 代表世俗菩提心 金剛儲代表聖意菩提心 總之菩提心和空陣劍這兩者 永遠不會放棄 不只是今世 死後的中英生 以及後世 生生世世 這兩顆心 都永遠 我不會忘記 永遠都不會放棄 我永遠都要堅持的去休息 修持 只是無上菩提之前 我絕對不會懈怠 會好好的遵守這兩顆心 借西 Food 很 interesting 有了 策劍 啖ennes 沃果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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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巴大亚米 你们同样的在你们胸部里面 有如此的月轮和金刚柱般 同样的已经现为观音的上师的胸部 有同样的金刚柱和月轮 现起了相似的第二个金刚柱和月轮 从弟子的口道融入到我们的胸部的柱和月轮 做此观想并且获得坚定 太早了 我要不要用金刚柱打你的头 接下来打开 坦诚的哲慢 我们刚刚在关闭的东门 现在东门打开之后 观想进入了观世音的无量功坛诚里面 进入坛诚之后 我们以顺时中的方向念三圈并且更绝的念 酷曲的方向意读 弦的绕了上三次之后 从东门离开之后 合掌的触碰额部 喉部和胸部 并且跟随着念 オマナムテイホム オママメホム 南マナムホムソハ 请跟随着念 这心想把他们的经历了解 突接千步 大老我把这都睡 突接千步 大老我把这都睡 突接千步 大老我把这都睡 与祖宗国的胸部的誓致 放出了光芒 照到诸佛 诸佛皆转为观世音的模样 融入到弟子的体内 让我们获得了观世音的身与意义的 所有的加持 却做如此的观想 观想所获得的加持变成了坚定 与祖宗文上师 正在念地转变得失控 接下来 眉睛遮挡眼睛之后 再突然间打开 往天空看 看你们 看天空的时候 会不会看到什么不同的颜色 如果看到了白 红 黄 绿灯 会有不同的习真怀柱的缘起 有时候会有这种不同的看法 以前我从瑟宗文西人那里 接受灌顶的时候 我看到了绿色 很强烈的绿色 这是油 观想 围绕三次 并跟随着念 接下来是宣说第十例 那上师的脚也不舒服 所以我就不起来了 以前不得躲起枪 提下来我们先有这么说过 他从法座来去做七情 从法座来去做七情 花慢 手持着花慢 观想 头迟到谭诚诸尊 请跟随着念 三言文一脱却吃 到了土塞功能 多了篇百多千亿 没有关系 这都是 我们变成八地 以后拿到鸿佩 投资花慢之后 看花慢 掉到何处 与此处 有关的这个本尊 就是跟我们相应的种性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花慢投资 知道我们这一次的密称为 却躲戒 法金刚 塔玛法尔爵 观想 灌顶的珠尊 再次的还给我们 投资的花慢 我们将投资的花慢 放在额部 由此留下了甘露 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获得加持 地址门 观想 HOME 在胸部 后部有RAM 那 眼睛有两个RAM字 拿下美金 很清楚地见到 坦诚诸准 共亚曼达拉 汉尔爵 将继续三家人 确认其他在我等 大强 落到台北 那么多次天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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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 他 这 他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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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肩膀好厚 这个是我的肩膀 能够成为了 还不及更多人机会 那么多人 你自己在买往 就没有赶紧 等我stoffe 停下来 这时候 咱们好 人依旧 老师 没有人 没人 因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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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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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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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